韩国民众和福宝最后告别 粉丝现场哭红双眼 为什么福宝回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论 今天就来聊一聊 采伐小公主福宝和她的饲养员之间的故事 说到韩国最炙手可热的超级女明星 那绝对非福宝福公主莫属 但说到福宝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妈妈画妮 再将爷爷来中国挑选吕寒大熊猫 第一时间就挑中了漂亮的画妮 2016年3月 画妮和原新就踏上了富汗物工之旅 之后便改名为爱宝和乐宝 来到陌生的环境 爱宝刚开始有些许的不适应 但将爷爷十分的暖心 会给爱宝准备新鲜的竹子 没有雪也要人工降雪给爱宝玩 还给爱宝准备了开满郁金香的花园 天气一热出现在园区的冰块 还有各种各样的沙冰美食 处处都能看到爱宝被爱着的痕迹 渐渐的爱宝开始适应自己的环境 没多久就怀上了女儿福宝 大熊猫自然繁育的几率本来就很低 所以得知这个消息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在中韩两国饲养员的共同努力下 福宝出生了 福宝是在韩诞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 所以从生下来就备受宠爱 从他出生开始 暗天过生日 不仅有专属的游戏室 还有豪华大平层 福宝满一千天的时候 所在的动物园专门为福宝办了一场千日宴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参观 不仅如此 宋爷爷和江爷爷 还特意为福宝制作了竹子蛋糕 江爷爷担心 他回到中国之后听不懂汉语 交不到朋友 每天和福宝用汉语沟通 因为福宝很挑食 宋爷爷就把竹子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 哄着福宝边吃边玩 宋爷爷给福宝亲手做了竹子眼镜 竹子吉他等许多玩具 让他成为拥有最多玩具的大熊猫 见福宝喜欢蝴蝶 就从蝴蝶馆借来了蝴蝶给福宝玩 有一次 福宝拿着插在食物上的枫叶玩了很久 爷爷们看到后 就扛了一大袋枫叶给福宝玩 网络上 福宝与饲养员江爷爷 宋爷爷的故事也被广大网友津津乐道 甚至还有99%的韩国人 同意选举福宝做韩国大统领 毕竟福总统什么都不用干 光是坐在那里 就可以治愈很多过得艰难的民众了 饲养员江爷爷在节目里介绍福宝时 对福宝的信息了如指掌 包括福宝的出生时间 出生时的体重等等 甚至江爷爷连自己孩子具体 什么时候出生的都不知道 从小被爱交官的福宝 真的被宠成了公主 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福宝也愈发地调皮 没少让妈妈爱宝操心 福宝是如何从财阀小公主 变成万人闲 甚至丢脸丢到的电视台 作为韩国首支出生的大熊猫 福宝可谓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 有将爷爷和宋爷爷这两个顶级保姆 甚至还拥有自己的自传书 饲养员宋爷爷 以福宝为第一人称 出版了全知福宝视角 记录了福宝的成长历程 和福宝家族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仅如此 福宝还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曲 而福宝和爷爷们也是双向奔赴 无论福宝在做什么 只要听到爷爷呼唤他 都会向爷爷狂奔而去 宋爷爷更是把福宝宠上了天 不仅陪他荡秋千 玩捉迷藏 还经常把福宝抱在怀里亲亲 举手投足间 尽是对小公主的疼爱 更夸张的是 为了体现对福宝的重视 动员还开发了一种新品种玫瑰 并将其命名为福宝玫瑰 福宝纪录片 守护大熊猫之福宝诞生季 顺利开播 由中韩两国联合录制 用15分钟时间 讲述了福宫主的出生全过程 而且福宝已被国家授予环境保护 及中国大熊猫文化传承使者称号 并将于2024年列入教科书 正因为被教养长大 福宝也成了一个爱闯祸的淘气鬼 爷爷为爱宝打造的玉金香花园 在福宝出生之后就遭到了破坏 油菜花全都被他弄趴下了 一旁的爱宝实在受不了 先是冲过来用头顶规律一下 然后反手就是一巴掌 福宝每天不是在拔树压树 就是在地上滚来滚去的 当推土机 爷爷经常是一边录视频 一边心疼花花草草 但福宝依旧我行我素 爷爷打扫院子 福宝非要来帮到忙 搞笑的是福宝还经常把自己滚成变色熊 然后还要追着妈妈跑 爱宝一直都是白白的 而福宝永远是带着颜色的 黄色粉色灰色泥土色 反正就不是白色的 所以福宝也没少因为调皮挨揍 只能说每一顿打都不白挨 在福宝嘴欠把爱宝毛时 爷爷们也是不痛不痒地劝阻两句 直到爱宝忍无可忍 想要教训调皮的福宝时 爷爷们立马着急了 但是就算如此调皮 爷爷们连骂都不舍得骂 只能很无奈地对福宝说 福宝你为什么不善良了 福宝还会经常乱拉青团 但一看到福宝那张可爱呆萌的脸 爷爷们什么气都消了 不仅如此福宝还会看人下菜碟 爷爷在的时候 那就是妥妥的小公主 竹子要吃包好的 时时刻刻粘在爷爷的身边 但爷爷不在 立马变身女明星开始营业 福宝因为粤鱼压坏栏杆被禁足 还上了韩国NBC新闻 并登上韩媒热搜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三周岁时 驻韩大使到现场祝贺 央视直播 这排场这阵仗十分有排面 福宝不仅有两位爷爷宠爱 还收获了无数粉丝们的青睐 万千宠爱急于一身的福公主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但是采法小公主福宝 即将回国的消息 对于所有的韩国人来说 是一个噩耗 韩国顶流女明星即将回国 韩国粉丝现场哭红双眼 近日 大熊猫福宝回国事件 引发了中韩两国的广泛关注 甚至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自回国后就一直牵动着 中韩两国人民的心 随着福宝回国日期的临近 无数韩国民众都感到非常的不舍 不少韩国网友排队 见福宝最后一面 韩网甚至出现了用韩国总统来换福宝的帖子 韩国网友说 请不要拿走福宝 我们愿意用总统来交换 反正体重都差不多 实在不行的话 就给他两拳 把俩眼眶打黑了再送回去 最舍不得福宝的一定是将爷爷和宋爷爷 将爷爷谈到福宝回国几次落泪 宋爷爷爷也不知道偷偷哭了几场了 虽然福宝在韩国备受欢迎和宠爱 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但是韩国人越来越颠了 竟然发起了请中国人归还福宝的请愿 大有不把福宝抢回去不罢休的意思 大部分网友都觉得韩国人脑子不清楚 福宝只是租借给他们 他们竟然还真当福宝是自己的了 最过分的是 韩国媒体甚至开始歪曲事实 对中国饲养人员进行污蔑 指责中国对福宝的照顾不周 因为照片上福宝身上的毛塌的一撮 就被造谣狩猎 要知道对大熊猫来说 脱毛属于比较常见的状况 脱毛原因也相当多 季节交替 压力过大 真菌感染 内分泌失调 皮肤病 外伤等等 基地方面也对福宝进行了检测 确定不是皮肤病和感染 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脱毛 通常很快就会自然找回 但是有人通过P图等方式歪曲事实 无限中国虐待福宝 这些不实报道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引发了一部分韩国网友的误解和不满 很多韩国群众看到福宝受虐待的不实传闻 纷纷在首尔明洞的中国驻韩大使馆前 进行卡车示威 提出禁止接客 24小时直播 福宝立马公开展出等要求 甚至还跑去清瓦台总统府发起了 让福宝回韩国的请愿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 大部分中国网友都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毕竟韩国人这个行为无异于保姆质疑 亲妈对孩子不好 十分的可笑 先不说饲养员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福宝好了 就说光在吃这一项上 就可以完胜他们 韩国人自己吃个水果都得三思而后行 福宝在韩国能吃到什么好东西 更别说竹笋竹叶这种大熊猫的基本口粮了 回国之后 福宝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竹笋和苹果 身材也肉眼可见的圆润 对于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迅速对此进行了辟谣 强调福宝在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得到了精心的照顾 这些报道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歪曲和夸大 无疑是对中国饲养人员辛勤付出的不尊重 也是对中韩友谊的破坏 这还不算什么 毁人三观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韩国大修市长向我驻韩大使 提出希望中国赠送一对大熊猫 一边抹黑一边讨要 这操作简直是没谁了 用脚趾掏 想都知道 如果他们要是能够培育大熊猫了 肯定就会来一手斗转星移 以后会声称 大熊猫发源地是韩国 大熊猫是韩国国宝